我們跟各位介紹的雖然不是Google的短紙 但是重點是在於短紙真的不好記 而且又有分大小型 對不對 大部分的短紙都有大小型 但是呢 這個gg.gg你可以自訂 你可以自己指定你喜歡的網址 只要那個沒有人用過 那個沒有人用過 比如說 我想要把現在這一篇這個 我按右鍵複製一下 我想把這篇網址分享給你 但是呢 我如果直接分享給你 大概很難記的下來 所以我就來這邊進入到這個gg.gg 也不會太難記嘛 好 我就把我的網址貼進來 但是重點是不要馬上按這裡 請按這個自訂 有沒有可以自訂你的短紙的內容 好 那我就自訂比如說今天的日期好了 我看一下 這個我沒有用過 有用過的有沒有不能用 好 那我就在後面加個數字吧 連3 這個我確定沒有用過 有成功了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分享給你這個 這個網址 它就會自動轉調到剛剛那個位置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貼上去 用這樣子的話相對來講是就比較容易記憶 有沒有直接跳過來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其實如果說有時候你可能在簡報上 因為掃描QRcode有比較方便嗎 沒有耶 掃描QRcode要扣過手機才看得懂啊 對不對 你說要經過一層 除非說你要在手機上打開的 那當然都OK 可是如果用這樣 是不是相對就容易很多 不管你是手機還是一般的 我要分享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是 順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 好 來 還給您 然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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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tad 我